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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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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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记不记得咱们小的时候经常一起看星星 星星很奇怪 有时候近 有时候远 时不时还有流星 所以每次流星出现的时候 你总让我骑脚道车带你去看个究竟 反正不管你骑多快 都赶不上流星的速度 好像就那么一瞬间 消失了 明天啊 明天后来对象 睡觉 现在几点了 八点钟了 你看过了今天的报纸没有 我让你去那边避风头 你倒好又搞出什么新闻来了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吗 你还问我呀 今天报纸都登了 你在那边和你的新女朋友 把闭同游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你 你听我解释嘛 她不是我什么女朋友 她只是我小时候认识的一个妹妹 我们只不过碰巧在这儿遇上罢了 这些话 你自己留着给那些记者大哥们解释吧 安妮 我真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之前不是三番五次提醒过你 让你不要泄露你的行踪吗 那我该怎么办呢 你现在行踪已经曝光了 我看你马上回公司吧 那好吧 今天天气真好啊 待会儿好好地出去逛一逛 回去之前呢 好好地享受一下 办一些这儿的土特产回去 一定会有市场的 二十玛 叔叔 我告诉你啊 不准抢我生意 我顶多就是带些什么蓝布衣花啦 什么贝克工艺品回去 其他土特产都归你了 那你不是很划算啊 热门都归你 冷门归别人 你的算盘打得可真准啊 不是啊 你们都误会了 我说是镜上报纸 你们看你们看 像不像海玲 不明身份少女 自保与无毒性暗度陈仓 不是 是这条新闻 灯红歌星私会情人 王妍新欢大曝光啊 王妍也来这里了 你说像不像海玲啊 说不定一会儿咱们还可以碰到她呢 我好喜欢她哦 灵灵你说这像不像海玲 王妍的签名照一定可以卖上好价钱 喂你说这像不像海玲吗 我要带张相机 没准王妍见到我的时候 会跟我拍张照的 你们看看吧 这像不像海玲啊 你废话怎么那么多呀 算不算都好 这个人总之不会是海玲啊 诗诗你眼镜上该晃了吧 不是啦 海玲不是说过吗 她曾经看到过王妍 那也证明了她的话没有错 海玲和王妍的绯闻 真有趣 你说可能吗 可能啊 海玲不是说过吗 她曾经和王妍是邻居 他们也算是青梅竹马呀 好 那诗诗你说 以王妍的身份 她会相忠像海玲 这么平凡的女孩子吗 海玲她一点也不平凡 就算她不平凡好了 你也得想想王妍啊 她是什么身份啊 她总要找一个门刀户队的吧 现在还讲究这一套吗 讲究 王妍什么人呢 她是天皇巨星啊 有一大把一大把的名门淑女 想追求她 一大把一大把的大小天后 想靠近她 你知不知道 可是海玲她就很高贵呀 她不但漂亮 而且她还比那些什么 名门淑女呀 大小天后啊 更有个性更有才华 更何况呢 爱情的发生是不可预测的 她呢不需要什么 带逻辑性的什么 计算呀计较呀和计谋 她只需要激情 她会发生在任何人的身上 对 这点我完全赞成 诗诗 想不到你现在对于爱情 已经修炼到这么高深境界了 我以后终于有办喽 没想到海玲的王妍狂想症 也会传染人的 如果真像你说的 那你为什么到现在都不肯接受李飞呢 对呀 诗诗 你想一想啊 这王妍是什么身份 天皇巨星 注意我的状音啊 是巨星 你想一想 她怎么可能跟海玲在一起呢 你也现实一点吧 可是 可是 可是这张照片上 明明就是海玲嘛 我说 总之就是不是海玲 诗诗啊 海玲现在正去买早饭呢 你听我说 这个人绝对不可能是海玲 听话啊 说得也是啊 海玲都出去那么久了 怎么还不回来呢 谢谢 好 欢迎再来 我不能再来 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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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得 他觉得 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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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怎么搞的 哪个早饭都那么久 饿死了 听 一定是那个既高贵 又有才华又个性的女人回来了 这 我去开门 海灵 海灵 这怎么了这是 没事 快过来 来 坐下 海灵 你怎么搞成这个样子了 我遇到了一件特别奇怪的事 什么事 我被人跟踪 跟踪 有个男人特别奇怪 一直在我后面追着追 我就跑跑跑 好不容易才把他给甩开了 那是不是遇到色狼呀 不 不会吧 光天花耳之下 那就是心理变态 不管怎么样了 海灵啊 你怎么把自个儿弄成这样了 买早饭还免费洗头发呀 我是被人泼造了 你这什么水啊 没事儿 洗菜水 还好你没事儿 海灵啊 要不然的话呀 世世又觉得你被汪源拐跑了 嗯 关王爷什么事儿啊 我们还以为你上报了呢 嗯 什么 你们说 王爷会不会喜欢上这样的女人 怎么会这样 都怪饿死我了 早吃了就出去吃了 白等着半天了 算了嘛 海灵又不是有意的 少吃一餐 那运动师就可以偷懒 少跑几圈也算是有好处啊 那跟着你说的 我天生身材那么好 又能让挨饿减肥吗 海灵呢 海灵 怎么又无端端不见了呀 这一看就是海灵啊 汪延峰想照样发的 算了不得了 等等她吧 要等你自己的 嗯 你抓得我痛死了 我刚洗我澡的 那我医生回 你再洗干净有什么用 我现在是跳到黄河 都洗不清了 哦 我也看到报纸了 好了 这下麻烦惹大了吧 现在所有的报纸电视 都在吵这个新闻 那我们现在去澄清吧 别 千万别解释 你现在要出去解释 它只能越瞄越黑 那我们怎么办 首先 避免再用我们这样的敏感词语 不要对别人说错任何一句话 嗯 现阶段 不能再让媒体见到你了 不要对任何人说话 今天早上还有人跟踪我呢 所以啊 从现在开始 不能再让记者见到你了嘛 哦 那好吧 我看以后啊 咱们还是把关系分清楚嘛 不能再让他们见到我和你 再一块出现了 以后啊 各走各地路吧 嗯 我知道 对对不起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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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诗诗 你多打人了 路回走了 好 对不起 拜托你以后注意点自己好不好 现在我们好歹也是歌手身份了 你要注意自己的形象 对啊 我们昨天在这里表演过 这里一定有很多人都认得我们 别太失礼了 哦 我我我会小心的 嗯 嗯 什么事啊 冷静 保持歌手形象 是 等等 不是这几个 怎么不拍了呀 你往那边走 是不是那间啊 王妍快追 在那里快追啊 我说了你走那边吗 快点快点快点 快点快点 快点快点 大家都会 小猫 你看看你往下吗 老板 您是不是认得我们呀 我们昨天在这里表演过 哦 你们是耍杂技的 我记得耍了好 好 不是 我们是那组乐队 记得吗 哦 记得记得记得 你真的记得 那太好了 我们买东西 是不是可以打五折啊 五折 不行不行不行 血本无归 海灵到底去了哪儿啊 她在忙什么 怎么连电话都不接 我跟你们话 我那玩意怎么跟他拍照啊 你们有没有搞错啊 我告诉你啊 摔坏我东西 我饶不了你们这帮混蛋 我饶不了你们这帮混蛋 我怎么又是呢 你往那边 你往那边 又是你啊 我怎么知道的 走 人哪 人哪 那边 那边 走走走 走 这么多记者啊 怎么办啊 我得找个地方避一遍 来 不如咱们到白衣箱吧 走吧 走 哎 醒醒 到了 师傅多少钱 三百块 来 谢谢啊 太好了 好久没有呼吸 这么新鲜的空气了 终于回到我们的故乡了 什么我们 我说过我们 怕什么呀 又不会有人听见 太好了 好久没有呼吸 这么新鲜的空气了 终于回到我们的故乡了 终于回到我们的故乡了 什么我们 我说过我们 怕什么呀 又不会有人听见 这泥土的味道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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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爷 那不是你老家吗 那老房子还在呢 好 王爷 你看 那是谁啊 老婆 老婆 哥哥哥 老婆 您还记得我吗 老婆 老婆 哦 你是梅教授的小孙女 小灵是吧 婆婆 您的记性太好了 这么多年不见 您还记得我呀 这么漂亮的小姑娘 婆婆怎么会忘记呢 婆婆 赏死您了 奶奶 走走走 屋里坐 屋里坐 小伙子 你叫什么名字 你跟小灵子交往 有多久了 你家在哪里呀 你父母做什么工作的 奶奶 我 小灵子 她可是个好女孩子 你一定要好好地对待她 婆婆 您干嘛跟王妍 说这种话呀 王妍 别提这孩子了 她自从搬到城里以后 就再也没有来看过我 一直没有来看过我 奶奶 我 王妍 她不是已经在您面前了吗 她来看您来了呀 王妍 这孩子一点心肝都没有 你要是见到她 能不能帮我问问她 她是不是把我这个老奶奶 全给忘记了呀 奶奶 您 您真的不记得我了 我想不起来呀 婆婆 您得好好想一想 您一定会想起来的 努力 加油啊 嗯 奶奶 您想起来了吗 我想起来了 您想起来了 今天还没喂鸡 我去喂鸡啊 喂鸡 陈医生 您跟我直说吧 我奶奶得的是什么病 那谢谢您了 麻烦您一定要尽力 好 婆婆 您在干吗呀 你们男的来 我要杀个鸡 我们好好吃顿饭 您不说喂鸡的吗 怎么又杀鸡了 对对对 我不是杀鸡 我去喂鸡 去喂鸡 那我帮您煮饭吧 不用了 不用了 你出去 我很快就弄好了啊 那好 那我先出去了 怎么了 婆婆在喂鸡 同时也在给我们做饭 陈医生是我们家的家庭医生 她说奶奶的病是老年痴呆症 那怎么办呢 婆婆自己住在这儿 总得需要人照顾啊 我爸爸一早就叫她搬到城里和我们一块住 她就是不可能 请人来照顾她吧 她又不愿意 要不然就不会搞成现在这样 那总不能让婆婆自己孤零零一个人住在这儿吧 太可怜了 你也得想想办法呀 我能有什么办法 我还能想出什么办法 为了我的工作 我现在忙得都透不过气来了 现在还惹上这要命的绯闻 我都快烦死了 喂 你终于肯接电话了 你现在人在哪里 安妮 你听我解释嘛 我也不知道事情会搞成这个样子 会变得那么恶劣 那帮记者她冤魂不散地跟着我 那你现在人在哪里 在我的老家 白云乡 我现在住在我奶奶家 这边是乡下地方 应该没有人找得到吧 放心吧 那就好 不要再被那些记者拍到照片了 你知道吗 之前的广告商已经投诉要换人 你的形象要是再被那些记者给毁了 那我们以后所有代言人的这些广告 就都没有了 你知不知道啊 我知道 安妮 我也不晓得事情会搞成这个样子 这样吧 你现在找个车过来接我 咱们见面再说 好吗 你等一会儿 这两天你不能回来 那些记者又来了 等过两天我再去接你 喂 安妮 喂 喂 我们今天走不了了 那我想向乐队的朋友交代一下 可不可借我手机 但是别告诉他们我们在哪儿 喂 喂 我是海灵 海灵 我们好担心你 你在哪儿啊 我们就回学校了 不用等我了 我已经不在那儿了 什么 你已经不在这儿了 海灵 你到底在哪儿啊 我在 我现在不能说 我告诉你们 我现在很安全 你们别担心我 我的姑奶奶 我求求你了 你就快回来吧 你再不回来 我们真的不等你了 海灵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我很开心 我和王妍在一起 你和王妍在一起 又来了 真是病入膏肓 海灵 你别这样 我也是很喜欢王妍 可是我们得将梦想和现实分清楚呀 其实 一开始我以为这是不可能的 但是现在真的是这样 喂 海灵 你就醒醒吧 人家是美梦由来最异性 她这个美梦够长呢 我不跟你们说了 我待会再打给你们 你们千万别打给我啊 我手机没电了 好了就这样啊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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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了 怎么办呢 你看看 都几年级的人了 还学人家小学生追星呢 不过 如果她真的跟王妍在一起 那就很浪漫啊 对 多吃点 多吃一点啊 多吃点 婆婆 您在干嘛呀 我给小林吃饭啊 婆婆 我在这小林 那是鸡 鸡 我怎么气不得了 奶奶 您 您怎么拿米饭喂鸡呀 米饭 那我的鸡汤哪里去了 婆婆 您给我们煮的饭呢 哦 我给你们煮了饭 哎 在那呢 鸡汤 吃吧 吃吧 婆婆 我们又不是鸡 你 你干嘛给鸡汤米饭 给我们吃鸡汤呀 啊 鸡汤 我怎么又忘记了呀 哦 我想起了 你 你是小林的男朋友 怪不得这么变熟啊 是吗 有人吃鸡汤的吗 她是白痴汤的吗 又吃鸡汤 有什么鸡汤 还有什么鸡汤 那是鸡汤的吗 你不吃鸡汤 这是她小时候的东西 是啊 都是她小时候玩的东西 这个好有趣 这是她爷爷做给她的弹弓 小时候她最喜欢拿这个弹弓 跟她爷爷一起到田里打鸟去 这个好漂亮 这是个戒子 是她在幼儿园老师教她做的 个个都说她做得最好 都想找她要 可是她谁都不给 她拿过来跟我说 奶奶 我送给你这个好不好 好 多可爱的孩子 你看 这是什么呀 这是 这是她刚生下来的时候 我亲手给她做的赌兜 我现在看见这个赌兜 就想起她当时可爱的样子 可是一转眼 她长大 人一夜飞去 秋天到了 这菊花怎么还不开呀 婆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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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到了啊 进不来吗 好 好 那我们出去 车到了走吧 就这么留下婆婆一个人呢 我会做安排的 那你走吧 我不走了 你干嘛呀 我要留下来陪婆婆 直到有人接班 好 随便 你要走 你应该跟她说一声吧 好吧 她不在房间 她不在房间 可能在厨房 婆婆 婆婆 人呢 婆婆不见了 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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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婆婆 她走 在前面 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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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起来 怎么办 我们这回真的不见了 这个时候她跑哪儿去了 喂 王爷 你在干嘛 司机已经在等你了 我知道 我奶奶她不见了 我必须得找到她 你不能再拖了 要是赶不回来 后果自负 我 王爷 你不要把自己辛辛苦苦 建立起来的事业毁于一旦 喂 安妮 喂 我走了 你要走就跟我走 王爷 我没想到 你是一个无情无义的人 奶奶 婆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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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真是把我吓死了 您到哪儿去了呀 我 我忘记回家的路了 那下这么大雨 您要去哪儿啊 我想去看我孙子啊 我看我孙子上学 是不是没带伞啊 您什么都不记得 只记得您孙子 小玲 你的男朋友真好啊 是他给我背回家来的 婆婆 我都跟您解释多少次了 不过您说得对 他的确是个好男人 刚才我还以为 他会丢下您不管 结果证明 我没看错人 对啊 他真是个好男人啊 婆婆 还没干呢 不过 您说得对 他的确是个好男人 刚才我还以为 他会丢下您不管 结果证明 我没有看错人 菜来了 你怎么搞的啊 你怎么搞的啊 做饭啊 你看哪样 我怎么了 我 你要参加观众会啊 好 婆婆 您在干嘛呀 我在干嘛 我在干活啊 你看不出来啊 奶奶 这个地怎么干活啊 种花啊 这个土地一点都不肥 是种不出花来的 谁说种不出花来 我老伴在世的时候啊 他在这片土地上 种了好多好多的花 哎呀 那花开的时候啊 那屋檐六色的花 简直像个海洋啊 真的啊 当然是真的 我老伴说过 在这片土地上 只要用心地好好去耕耘 就能长出 好美好美的花来的 这样的土地 怎么能种出花来呢 不可能嘛 你懂什么呀 当年我老伴在世的时候啊 他在这片土地上 种了大半辈子的花 难道你比他懂得还多 他吃的盐比你吃的米还多呢 婆婆 您别这样 他也是为您好 不想让你太累了 我不累 我不累的 奶奶 您身体还很虚弱 您就休息会儿吧 谁说的 要是有老虎来了 我都可以把他打死的 婆婆 您要小心自己的身体啊 你以为我老了 没有用了是吧 告诉你啊 我挺得住 我 我 我 奶奶 婆婆 奶奶 奶奶 医生 我奶奶病怎么样了 没什么 感冒嘛 我开了一些药 反正叫人拿过来 照着服用 多点休息就行了 谢谢啊 我去送你出去吧 老婆 婆婆 医生说你吃点药就会好了 只是感冒 放心吧 要小心看好你的奶奶 虽然是感冒 但对于一个虚弱的老人来说 感冒也是很危险的 嗯 我明白 他的老人痴呆症越来越恶化了 所以身体机能也越来越差 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啊 谢谢你啊 好了我走了 有什么事再给我打电话 嗯 好 婆婆 您好点了吗 奶奶 医生说您没事 只是着凉了 吃点药就会好的 哎 老了 连锄头都拿不起来了 婆婆您别这样 等您病好了 我们再陪您一起下田 我这把老骨头 活不了多久了 奶奶 别担心 您一定会好起来的 我活到这把年纪 也别无所求了 我遗憾的是 我再也不能看到 当年的那个花海了 婆婆 您别说丧气话 你一定会好起来的 生老病死 是人生的必经之路 我也累了 累了 婆婆 您别说了 好好休息一会儿吧 来 也许我真的不该 把她一个人留下来 王爷 你别这样 现在婆婆最需要我们 我们应该比谁都坚强 王爷 你让我静一静吧 你们帮他 是什么 你还能干得起来 我感觉他 怎么能bles 你们两个人 看这个地方 就是 我作证弄 我觉得 你不然 来 王爷 我来帮你 谢谢 你真的相信 这片地能送出换口吗 我爷爷说过 可以的 我来帮你 你敢哭我 王爷爷 我太喜欢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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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 什么事啊 我怎么不记得你 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王妍 王妍 这个名字好熟啊 那你的名字跟我孙子的名字一样啊 奶奶 我就是您的孙子 我的孙子哪有你这么好啊 他早就把我忘记了 奶奶 王妍没有忘记您 他只是工作比较忙 一时疏忽 没有来看您 他不会忘记您的 你真是个好人 对不起奶奶 我 你不要难过 我虽然不记得你的名字 但是我总记得你是个好人啊 奶奶 我 小玲是个好女孩 你可要好好地对待她呀 知道吗 要是我的孙子真气些啊 我真想把小玲娶过来 当我的最媳妇 奶奶 那 那您就把我当成您自己的孙子吧 以前你不孝的王妍不要也罢 我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 让我重新开始 再当您的孙子了 好吗 奶奶 好啊 你想当我孙子 那我就让你当我孙子 不过你还答应我 把小玲娶过来做我的孙媳妇 那你得给我一些时间才行啊 奶奶 好 我就给你一天 一天 开饭了 奶奶 开饭了 咱先吃饭吧 吃完饭就再说 吃完饭了 你们都要吃什么 我没什么 我奶奶肚子饿了 咱先吃饭吧 奶奶你尝一尝 奶奶你多吃点 老爷 嗯 你也吃 你也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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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明下 talk 我看着的 和你吃啊 령不吃啊 你吃啊 你吃啊 还吃啊 你的音乐 俞来香雪 同萝ent 你早應該讓我明白 我不再是那飄洋的稱號 總是來不及親吻情感 就被窗外雨水匆匆帶走 也許沉默不應該 遙望人海的去向找到你 至少不會再讓你失望來離開我 前生只求再一次快樂 也許沉默不應該 該何苦不必散 遙望人海的去向 努力找到你 也許沉默不應該 否認寂寞存在 不會再讓你失望 愛我 能去靠我 我沒有想起 你沒有想起 我沒有想起 你沒有想起